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我們先講那個2跟3好不好 因為2跟3如果你會的話 第一題你就會了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這邊 42分之35有沒有 我先說一下 如果我是你的話 其實我都會建議你就是 先約分 先約分的意思是說 先把那個分子跟分母有沒有 能夠約的先把它約掉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給你建議看這邊 35跟42你覺得都有誰 公分數嗎 35有誰 35數有7 那42呢 也有7 所以我給你建議是 你把怎樣才知道 你把42跟35都先除以7 先除一個兩個都有的數字 聽懂嗎 對 那除以數字之後變多少 變成是6分之5 這樣會嗎 然後剛好好死不死 因為題目要的是6 所以單是6 那我問你如果題目要的不是6 那怎麼辦 你就再放大或縮小 比如說假如題目要變成12 那怎麼辦 那乘兩倍乘兩倍就好 聽懂我意思嗎 會了喔 OK 好 那我看第三題 1又90分之30 你會怎麼辦你知道嗎 我會建議你是 你先把30跟90幹嘛 先約分 2 好你覺得30跟90的那個公分數會有誰 3 3 3 有沒有再大一點點 當然3可以喔 3可以喔 6 6 他們這更大一點點 12 12不行 15 15可以 再大一點 來比部位再起來好了 來90跟30我們做一下 我們用短視 3 我就用你寫3 10還有誰 6 5吧 然後6 2 再來2 3 1 好很明顯的 很 最大公分數多少 最大公分數 3乘以5乘以2 那是多少 3乘以5乘以2 30 所以我給你的建議是 你先把1又90分之30 裡面的那個分子的部分 有沒有 分數的部分有沒有 先除30 所以他會變多少 他變成的是1又3分之1 會嗎 然後1又3分之1再換成誰 再換成假分數等於3分之4 看懂嗎 換成3分之4之後 來注意聽 再按照題目說的 題目說希望什麼東西 他說希望分數是多少 6 好那講3的變成6的 乘以2 所以上面乘以2 所以答案就有6分之8 你剛才寫6分之8 或者你寫1又6分之2 也是OK的 6分之8或者1又6分之2都可以 那看你們老師有沒有要求 如果老師有要求說要 換成代分數就答你1又6分之2 如果沒有的話 6分之8可以讓答案 會啦 好 好